超過千年歷史 位在日本長期的河多都美神社 已矗立在海面上文明 這是鳥居 但近期卻發現入口貼了 韓文寫著 韓國人禁止進入 怎麼了呢 原來南韓觀光客廠 無事規定 在神社裡頭吸煙 亂丟煙蒂 甚至唱歌跳舞 上前勸導還被嗆 這麼大驚小怪幹嘛 所以神社官方不忍了 他們說要守護這個神聖的場所 不忍了